8月25日大型情感励志剧 璀璨人生在京举办开播发布会 导演柯瀚陈且主演何润东 李沁看青子张勋杰 张子峰等一一亮相 发布会现场何润东表示入行多年 已经厌倦了情情爱爱的戏码 璀璨人生可能是他偶像剧的收官制作 人之后不太会再拍偶像剧 对 但我觉得呢 璀璨人生呢 可以是我画像最完美最好的一个据点 在所谓的偶像剧里 就希望说之后接的戏 可以不要着重于完全爱情这样子 可以有多一点别的一些元素 然后 因为我觉得演纯爱情的戏 我也演了很久了 也许因为是自己主演的最后一部偶像剧 何润东在发布会上格外卖力 不仅不顾及形象摆出招牌分白眼的造型 还同时被抱起两位美女 甚至与剧中男演员张勋杰 上演求婚戏码 尺度之道令人惊讶 东东 新薰 请你嫁给我 好吗 我每天会为你 烧饭 煮菜 泡热水澡 刷背 然后睡到前轻轻说Good night 好吗 谢谢 谢谢 因为遭到男人求婚 何润东现场被逼问新取向问题 对此何润东表现的有些尴尬 他表示现实生活中确实遭遇男性表白 但他本人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女朋友 尽快结婚生子 但目前何润东的感情依然处于空白状态 他也表示自己不排除闪婚的可能 我还没但是我会想要有小孩子了 对 你想想看都几岁了 应该会吧 就是可能今天交往 好明天我们就订婚吧 后天就摆喜酒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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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